2021年8月12日星期四 你好,欢迎收看广媒新闻通 新闻开始,我们先来看冠病疫情的消息 我国今天的新增确诊病例又再一次写下新高 报21,668宗 吉达州有2,143宗新病例同样写下新高记录 冰城1229宗,玻璃市23宗 而近来疫情相对趋缓的雪兰额则是6278宗 吉隆坡则是较昨天增加了300多宗,报2436宗 在全国冠病基本传染数方面 昨天的指数虽然是从前天的1.07小小下降到了1.06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全国13个州数的指数 却全部都是超过1.0的 而联邦直辖区吉隆坡的指数则是刚刚好1.0 周内唯一一个没有超过1的是布城 但指数其实也相当高,报0.97 纳敏昨天则是增加了3宗确诊病例 来看槟城的相关消息 正当全国各州都在充斥接种疫苗之际 宾州首席部长曹关友今天却透露 他已经接到卫生局的通知 指由于受到全球供应需求的影响 预料槟城能够拿到的辉瑞疫苗也将会随之减少 因此近期内接种第二剂辉瑞疫苗的人士的预约可能会被延后 而这项通知将会透过Mais Jatara应用程序来发出 首长预料这期间周内几个PICAS以及私人医院的接种中心的疫苗供应将会不足 但他强调这个问题会在两个星期内获得解决 另外,曹关友说 从这个星期开始 只要在快速检测RTK中呈阳性反应的人士 都会被列入宾州的每天新确诊病例 而不会像以往那样必须等待PCR的检测结果 因此他预料 槟城的确诊病例将会有大量上升的趋势 来跟进政治新闻 自从巫统最高理事会 一决撤回对首相慕尤丁的支持之后 国内的政治局势就处在一种随时都会有变化的状态 而针对国会什么时候要表决对首相的信任动议 朝野也都各自有要求 而来自土团党的通讯及多媒体部长赛富丁 今天就在记者会上说 国会下议院议长阿兹哈已经发出通知 这项动议将会在9月7号进行表决 当被问到有关动议是否会有首相 或者是他的团队提出时 赛富丁说到时可能会由副首相 或者是内阁任命的其他部长来提成 另一边乡 慕尤丁的政治大本营柔佛今天举行州议会 而慕尤丁也以州议员的身份出席了开幕礼 柔佛苏丹伊布拉辛陛下在典礼上发表遇词时说 柔佛并不需要只会顾及私利而忘了人民利益的大意识 陛下也警告 一旦发生有人推翻现有的州政府 他将会毫不犹豫的解散州议会 提醒预员们不要玩弄政治 目前国盟以29席的微弱票数执政柔佛 执政阵营当中有12个议席是来自土团党的 而在在野党西蒙则占了27席 陛下说议会厅是为了人民和柔佛州的利益 讨论和制定决策的神圣地方 提醒议员们不要以恶劣的行为污染了这里 并预令议长好好执行任务 今天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光明日报提醒大家 做好本分 小心防疫 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